會和傳宗一重伯伯的配搭 所以薛師母看我跟姊妹像這些孩子一樣 每次到其三拍一 要請我跟她有交通 每次看到師母就覺得 她身上真的容易帶著一個喜樂的臉 那麼軟弱的身體 卻有那麼大服飾的力量 那麼多需要操煩的事情 但真是硬無寡慮 感謝主的真說出我們的柯師母愛主的心 也說出主對她無微不至的眷顧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弟兄們 為我們的柯晉江姊妹做見證 首先 黃正義夫婦還有警戒 還有那個張錦炎弟兄 還有陸君弟兄 我們就依序上來做見證 首先請黃正義弟兄夫婦 來來來來 謝謝主 師父姊妹 很喜樂在這邊看見大家 也能夠在這裡為師母做見證 那這個我跟師母之所以有連結 就是因為在1989年 李弟兄夫招福音化台灣 那時候開展會就到這裡 那我不是1989年就到 我是1991年訓練完下鄉 第一站就到了美農 那在美農開展一段時間以後 就到祁山這邊來配搭 那在這樣的配搭裡面 我覺得實在開展是非常需要的 今天看見所有的弟兄姊妹坐在這裡 無論是在這幾年 這幾十年得救的 或者是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歸族的 都發現福音實在需要傳言 那我們在1991年到這裡以後 其實特別對師母印象深刻的 就是神在這個家的應許 首先神得著了英男姊妹 那英男姊妹實在是非常的有負擔 為著家人的得救 在那裡淒息流淚的禱告 那家人就陸陸續續的 特別在1992年1月23號 在弟兄的帶點之下 全家在祁山會所 那時候還是租的 就全家都得救了 那藉此呢 今天我們看見所有坐在這裡的晚輩們 我真是覺得敬拜主 主實在在這個家閒了何等大的事 接下來我請我姊妹見證 阿妹 感謝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信的人 阿妹 師母一家的得救 是來見證 主的應許一定會實現的 為了我們流淚破切的禱告 阿妹 為師母做見證 師母是一個簡單相信主的人 阿妹 藉著聖主的禱告 還有孩子們的禱告 主做了大事 全家得救 但是這個全家得救 是很不容易的 阿妹 因為 師母這一家在祁山這裡 是很多的 什麼 光族 阿妹 很多屬世的囤綁 對 還有這黑暗的國度的勢力 阿妹 那跟弟兄來交通的過程中 就弟兄就想起有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了解這件事 就是有幾次 這個弟兄跟師母從六龜 要回這個祁山的時候 這個弟兄開著車 那其實仇敵 因為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弟兄已經決定要歸向主 那仇敵不甘心 在那時候六龜到祁山的路上 旁邊就是大水溝 那他開著車啊 弟兄開著車 這個突然就 不知道怎麼樣 就一個大的回轉 就是大的這個方向盤 一轉 眼看就要衝下大水溝 結果呢 這個師母一看不行 就立刻幫他搬回來 所以他真的是 不僅一次 師母見證大概至少有兩三次 是這樣的其實 藉此呢 這個師母就更迫切 覺得他們這個家要快快的歸向主 結果這個主就行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我們看見我們的師母 實在是弟兄的幫助者 不僅在事業家庭上 師母是一個殷勤 勞苦的師母 但是他在屬於上更是這樣 得救之後呢 我覺得我們師母 也是全家同心合意的 維持的連鎖 我們藉著簡單相信跟隨主 脫離傳統 脫離世界的捆綁 我們信主賜給我們的師母 這樣簡單相信的心急 跟隨的靈 不僅信主愛主也愛聖徒 那時候他們一得救之後 常常把家打開 為聖徒擺上最好的愛宴 我們常常在師母家歡聚 經過這樣的愛宴 這樣的聚會 眾聖徒實在是身心靈都得著料爆竹 我們這對夫婦呢 我們那時候剛結婚就下鄉 也在其三生的老大 我們在福祉上有很多的夫族 在生活上也常常兵荒馬亂 但是感謝主師母和眾聖徒 在生活上在服事上 成了我們的父族 好耶 信主 給我們讓師母愛主信主的榜樣 好耶 給我們緊緊跟隨師母的教授 繼續來奔走這十五天的賽程 好耶 接著我們請王景輝一兄 送你 ž 使人 感谢观看